在我们的印象中 坦克都是拖着宽宽大大的履带和复制轮 在地上行驶前进的重型武器 但是你知道吗 不是所有的坦克都是在地上的 还有会飞的坦克 你见过吗 在战场上 控制战况的最重要两种作战武器 一是在地上所向拼命的坦克 二就是在空中灵活方便偷袭的战场 坦克不是什么稀罕事 但是能够想办法将坦克飞机结合起来 亦或是使得坦克去有飞机的特点 那么结合的路空优势是不是就更加无敌了呢 想法是正确的 但是实际做起来却不容易 坦克能够适应地面上绝大部分的地形 很大一部分原因归功于坦克自身重大几十分的重量 这样自重想要飞起来 去哪里找这么大的动力源呢 对于有野心的独自者来说 这些不算什么事情 在二战时期的苏联 拥有强大的国力和军事实力 使得飞行坦克这一设想变成可能 苏联设计师的想法也很简单 先制造一辆坦克 再分别为其安装上飞行用的翅膀和尾翼 这就是苏联的A40科里利亚坦克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苏联算是成功使坦克飞上天了 但是A40坦克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还是因为本身的自重 使得设计师不得不放弃 原本坦克上许多庞大陈正的装甲 这样一来倒是上了天 可是没有战斗力或者说战斗力很弱的坦克 即使上了天又如何呢 最后苏联还是发现了这个设想行不通 但是飞行坦克的事情是事实啊 它的确是坦克 也的确飞上天了 其他可以忽略不计 有想法总归是好的吧